事情会变呢 当孩子长大了 当我们自己的练权出来 我出来教权了 当妈妈年纪大了 当然会变啊 会Change Priority 是不是 可是像我现在一样啊 这么久了我教了二十几年的权 还是一样 遇到假日或者我教权的 那个时候 一定是我教权优先啊 懂不懂 那 太太也晓得啦 家人也晓得啦 那你说有的人就说 这个陪小孩子 不陪着小孩子成长 是不是 现在的人这样讲 不对的 现在人这个观念错了 做父母的最重要的责任 是做小孩子的示范 生教 生教 示范 我曾经有一次 几十年前 有一次 我晚上 搭一个计程车 跟他聊天 那个人是中年以上的 我就 他是开 晚上的 聊起来 我就说哎呀 你很辛苦啊 很辛苦啊 这么晚 还开车 他说 他说不是啦 我是 以前是做生意的啦 其实现在是 退休了 赚了一点钱了 退休了 可是 后来我们退休了以后呢 就在家里面 就没事了嘛 睡觉也睡到自然醒啊 啊 然后晃晃晃晃晃啊 出国玩啦 啊这样子 而后来发现到 不行 小孩子看到我们这样生活 小孩子也学我们这样子 所以我跟我太太商量 买一辆计程车出来开 让小孩子看到生活是要努力的 他们出来开计程车是为了 要让小孩子知道 生活赚钱应该要怎么赚 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 做父母的本来就要示范啊 你自己在追求什么嘛 你自己在追求什么 你不要光跟小孩子讲啊 人生的价值啊 人生的意义啊 你应该努力追求 你自己呢 你自己没有在追啊 你自己每天也不晓得在干 干什么啊 上班下班也不知道在干 孩子都看在眼里 所以你就活出一个样子嘛 活出一个样子 小孩子就看到了嘛 知道吗 我的两个老师 文的老师 高中那个老老师 对我影响很大 就是活出一个样子 他们以前那种人 就是活出一个样子来嘛 我师父 我公保斋 活出一个样子来嘛 我们就看到嘛 人就是活出一个样子来嘛 我们就学嘛 知道吗 那活一辈子 没活出一个样子来 小孩子看到父母坚持做一件事 小孩子看到父母有去 努力去追求理想 看他 看我因为追求我的 牺牲了什么 看到这个啊 他学到了 人应该怎么活嘛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是陪小孩子成长啊 小孩子不要你陪 要成长 问题是怎么成长啊 成长起来要干嘛呢 成长起来要干嘛呢 所以现在的很多观念 我没办法接受的 我认为都错了 比方说 我不太懂 我们说就是现代人的概念 现代人的概念 比方讲 就是一直跟着孩子 哎 You should stay with your children accompany your children grow up 童年是最珍贵的 父母就一定要陪着 不对的 知道吗 父母是做仿样的 不是做朋友的 不是 父母是做仿样的 你做出仿样来了 小孩子自然就学你的仿样 你每天在家 你打麻将 那小孩子就学打麻将啊 我们眷村里面很多 三岁就会打麻将啊 父母都在家里打麻将啊 你跟小孩子说好好读书 好好读书 你自己每天打麻将 你自己一天 一年也不看一本书 也不看一本书 知道没懂 父母的责任在这里 不是陪着他长大 知道没懂 我这个只是讲 观念是这个样子 当然你们面临的时代 跟我面临的不 不一样 你们的状况跟我可能也不 不一样 那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选 你自己去选 选 选 因为我看过那样的人 活出一个样子的人 所以我学他那个样子 那你们自己去选 那你们自己去选 你的样本 总要有一个样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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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